客運綠燈執行 正要通過路口時 一輛機車卻急取而過 兩輛車在路口猛烈撞擊 雙載騎士連人帶車 當場噴飛 路旁另一輛車也被殘骸波及 劇烈搖晃 現場遺留下車禍殘骸 騎士所戴的口罩也沾滿血跡 肇事的客運擋風玻璃全破 右側車頭也被撞出大洞 事發就在北市北平東路和天津街口 上午十點多 當時陽性騎士 載著女友 但去違規闖紅燈 遭到執行的客運撞上 兩人當場噴飛 後座女友右腳骨折 全身多處差錯傷 陽性騎士到院前 失去呼吸心跳 搶救後 依然回天法術 死者父親及家屬趕到現場 領取死者遺物 過程中幾乎不發抑鬱 司機向警方公稱 當時過路口時 有看見機車闖紅燈 緊急踩煞車後 依舊來不及 直接迎頭撞上 騎士闖燈違規 客運司機入口未減速 涉嫌過失致死 詳細的肇事原因 目前還有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王正恩 由淘 台北採訪報導 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